电视台 顾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向您问好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各位想知识 法伐经文史之伴 同文众当中 有三类众 第一声文中 第二菩萨中 这两类圣中 都已经讲过了 现在第三类 按照文具跟法伐会议的科办 都叫做杂中 为什么叫做杂中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它的国报一行复杂 它的结果受报的情况 天然的国报 以龙 以其他的前的婆等 国报各个不同 很杂 它的身形不同 天然有天然的身形 龙有龙的形 前的婆 和欧修罗各个各有他的形象不同 那么穿的衣服也不一样 所以叫做果报 与形复杂 因此叫做杂中 第二点 得道者 以为得道者杂 这个天龙八部众当中啊 里面也有已经正果的 正出果的 二果三果的 也有行复杂道的 所以有的有得道 有的是原来就是那个样子 还是个当内的众生的凡夫 没有得道 那么因此得道者 以为得道者分杂 由此叫做杂类中 那么在杂 这个得道 以为得道的 分杂大众当中啊 由二圣 得二圣道的 以无漏制 以无名分杂 得二圣道的 就是生无缘觉 就是出国二国当 那么他有无漏制 断烦恼的智慧 就是无漏制 漏就是烦恼 无漏就是断烦恼 没有烦恼 能断烦恼的那个智慧啊 跟他原有的这个烦恼根本 无漏制 以无名分杂 得菩萨道呢 度众生的方便 以众生的根据分杂 那么如果也许 有得佛道的来实现 那么一法 以一切一切法 奉合起来 也成为杂 那么由这些众多的法 杂一啊 所以他的科判 就叫做杂类中 杂中 那么不能以凡夫的形象 或者是武道众生的形象 来决定他的类别 因此称为杂中 那么这是科判上叫做杂中的原因 不过 以我们现代的看法呀 用杂中两个字 总是觉得不神雅了 不神雅了 不神雅 既然不神雅 用什么名称最好啊 我动了脑筋想想啊 我觉得还不如用外父众 外父 这都是父法嘛 天啊 龙啊 天的婆子 罗呀 这些众生 通通都是佛的父法 不管他是 是凡是圣 是什么样的形象 有没有德国 这个都可以不论 反正他的四季 现在表现出来的外相啊 就是佛的父法 佛法的父法 他是属于父法中 既然是属于父法中啊 就是外父 外父的这个听众 那么因此啊 以我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 称他叫做杂中啊 不如称他叫做外父中 外父中 称作外父中 配合前面的声闻中 菩萨中 外父中 很好听嘛 称作外父中 这个意义啊 比较雅观 也能包含 上面这个杂的意义 通通在里面 反正他的外表现象啊 就是为佛的父法 都是父法的 那么既然都是佛 父持佛法嘛 就称他外父中好了 但是在文字上啊 我们不便改 讲的时候 不妨这样子解释 文字上 我们不便改 因为我们的智慧 没有超过智者大师 欧一大师 那么不便替他改 只是在解释的时候啊 用这种方式啊 来说明一下而已啊 说到这里 顺便说一句话 各位做笔记啊 最好不要写到经本里面上 要另外有笔记簿子 笔记簿子 另外爱妇婆啊 有笔记簿子做笔记 不要写在书本上 书本上自己乱写 您自己看起来 好像你看得懂蛮好了 有帮助了 如果字写得很端正 看起来很舒服 那还没有多大关系 假如是 好像张天师那个样子 画符的样子 随便弄画 那么这部书 画的最后 只有这 你自己这一生能看 也许这个经讲完了 你就不看了 数字高歌了 那么将来这本书 就没有办法流传 下去 后背人一看到 你这个尾符啊 他害怕了 谁也不想看 那么这一部经就要作废了 他就在退休了 就没有办法再继续 利益众生 所以要保持这个 法宝的庄严清静 不要在书本上写 因为这个 这次这个科判的本质 不多 所以我起初 有一点无理的要求 要大家要书本的签名 请经 那么这部经就是属于你的 那么你自己的经 当然你就想 这是我的吗 我画画有什么关系呀 可是你要想想 你自己画 你自己看可以 将来流传到后背 就麻烦了 人家一看 哦 画了这么多符啊 他不想看 那么这一本书就流动不下去 将来就会丢掉 作废 这样子不大好 所以要写笔记呀 另外用笔记簿子做笔记 尽量不要写到书本上 不定需要做记号的 可以用缝笔写的端正一点 不要随便写 这样子总是比较好一点的 因为我自从出家以后 这个差不多有20年间的时间呢 我接收了长老老一辈的书 接收不少 因为这个老一辈的网生啊 他的书留下来 那么这个书接下来 有些就是爱福啊 后来我一看就头痛了 怎么办啊 谁也不要 烧掉嘛 烧经有罪过 又不敢烧 就找到很大的麻烦 所以我一再的 凡是讲经啊 我总是会交代 各位这个听众们啊 不要把这个字 随便笔记写到这个书本上 尤其我把这个木板古书 拿起印的时候 才找到大麻烦 所以有的时候 没有办法 不得已啊 把他这个写的字 把它贴掉 假如他写在这个书名上 或者是旁边 还有办法处理 他有的画在这个字上 他就在字上重叠乱画 这招了 这种书就变成没用的 所以我们为了要保护这个法宝 使他庄严亲近 尽量不要在书本上做笔记 那么另外有笔记 这一步子是最好的 这是附带来说明 那么一下就正解释 这个杂重 也就是外富重了 下面的这个外富重啊 有八段 有八类 那么第一跟第二都是天重 天上的天人 第一是玉界天重 而是四题繁衣 以其建树 二万天子聚 这将近三行的经文呢 就是玉界天重 第一玉界天重 把这个玉界六成天的天重啊 当时都在会听法 把它列出来 那么玉界天的首领啊 就是桃力天主 帝是天王 而是 就是佛说法法经那个时候 将要说法法经之前 大众大众大众云集的时候 上面圣文菩萨都列出来之后啊 其次要列出这个外富重 那么就 当时听众啊 有这个天人 就玉界天的天人 四题繁衣 是玉界 我们头上 往上去啊 第一就是四天王天 第二就是桃力天 桃力天的天主啊 就是四题繁衣 四题繁衣 印度话详细叫做释迦一提繁印陀罗 释迦提繁印陀罗 这里简称叫做四题繁印 翻成中国话叫做能天主 能天主 能为桃力天的主人 那么叫做桃力天 桃力印度话 翻成中国话就是三十三 三十三 就是三十三天 但是这个三十三天呢 是横论的 啊 坦北 横论 不是树的 不是树的 就是这个 第十天王是中间的一天 就是善发唐天 东西南北四方啊 各有八天 四八三十二 有三十二天 连中间第十天王所住的地方 就就有三十三个天 叫做三十三天 所以这个三十三天呢 好像一个国家 有三十三省一样 有三一个国家 有三十三个省份一样 横论 不是树论 这个我们中国人造的这个善书 百岁修行经啊 它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哦 念客家话比较好听啊 三十三天 天外天 就走永远有神仙 神仙本事法免作啊 自怕法免行不远 哦 很好听 你想不想做神仙啊 哦 不要做神仙 做佛 啊 不要想做仙啊 仙没有什么好处了 啊 揪仙啊 醉仙 那都是仙啊 我们要做这个成佛 神菩萨道啊 自利利他 那才是真的啊 不要修仙 那么他这个说法 就把这个三十三天 越述论 啊 不是的 三十三十月横论 好像一个国家啊 有三十三个这个省啊 那么这个第四天王是在中间 周围的小天啊 三十二个都是由他管下的 他为什么又会有这种情况呀 按照经文的记载啊 呃 第四天王在加设佛是 就是 宣洁千佛的第三尊 加设佛像法之中啊 佛灭度以后像法之中 有一个加设佛的宝塔 供养佛像 供养佛的设立的宝塔 那个塌坏掉了 进度波 波石脱掉了 那么当时有个很有钱的女人 她发心啊 要修这个宝塔 她虽然有钱啊 找不到工人帮忙 后来有这么三十二位的工匠 好像 做头做吧 这些工匠啊 来帮帮她 那么由此啊 这个这个女人 发心修那个宝塔为主 那么后来就升到逃离天 做第四天王 所以第四天王的前师啊 是个女的 升到天上 做天王啊 是个男的 嗯 而当时三十二个工匠啊 帮助她把那个宝塔修成的 那就是周围四八三十二小天的小天王 小天王 都有经过这个第四天王所领导的 所以四提还音就是逃离天 呃 逃离天的主人 就是天王 那么我们平常一般人拜提纲 拜提纲 就是拜这一位啊 第四天王 我们世间往往道家叫做玉皇大帝 呃 我们世俗习惯就是提纲啊 天公 提纲啊 平常拜天啊 就是拜这一位 因为他是地居天的主啊 地居天主 空居天的天人 他不会干涉我们这人间的众生 他跟我们没有关系 所以只有这个地居天主啊 地居天主就是四提还音 就是提纲被 哦 他才能够管得着的 世间呢 讲上发 哦 他由这个管下钱 好像世间的啊 总统 古代的皇帝一样啊 他有这个力量 所以这个玉界天呢 就是以四提还音为主啊 他有好多他的建树 也同时在听佛说法法经 与其建树二万天子军 有两万个天人 天子就天人了 不是小孩子啊 就是天人 天子就天人啊 我们中国人习惯对天上的天人都称他天子啊 而皇帝 古代的皇帝就称为天子啊 把他尊称为天 好像天子一样啊 那么皇帝是很尊贵的了啊 古代是如此 现在民主国家就没有这一套了啊 那么第一次天王 他有两万个天族 天子做他的卷书啊 就是同跟他同流的啊 这一类的天人啊 都来听佛说法 这是逃离天中 富有明月天子 这个明月的明啊 呃 阔曼的本子写作明字的明 而法法会议啊 欧依大师的法法会议啊 是写作这个光明的明 光明的明 明月 有些金本也写着光明的明 究竟哪一个队呢 两种都有 没有办法去分辨哪一个队 呃 如果以果音来念呢 两个字是同音的 但是如果念起可教 可教化来就不一样了 以我的图像 光明的明比较适合 比较适合 明月天子 因为月亮有光明的 月亮有光明 这个明月天子 在古代说啊 就是月球里的天神吧 啊 月球里的天神 现代人啊 阿姆斯庄到了这个月球 他说什么都没看到 我们中国人 有的说这个月球里面有肠额 他也没有看到 印度人说月球里面有兔子 他也没看到 啊 还有我们中国人有神话说 有张国楼在里面 也没看到 啊 张国楼也没看到 那么他说这个月球里面 什么都没有啊 他没看到 他为什么没看到呢 因为他的境界不一样啊 他是神道众生 你怎么能够看得到 比如说 鬼道众生 你怎么能看得到 我们人的眼睛 只能看到人跟出生道 天上的天然 我们也看不到 鬼道众生 我们也看不到 啊 那么当然 这个六道里面 只有两道能看到的了 那么阿姆斯庄 他也是人啊 他到月球里 不是人 不是畜生 其他的众生 他看不到的 啊 不能因为他看不到 就认为没有 啊 月球里 有这个月神 是有可能的了 啊 那么这个明月天子 就是月球里的神吧 啊 普香天子 普香 就是明星天子 星星呢 天上的星星 星星天子 称为普香天子 宝光天子 有些地方 学着宝意天子 啊 意 意识的意 啊 宝光天子啊 就是日光 太阳了 太阳 啊 宝光天子就是日光 那么这里就是三光了 三光 日月星 三光 嗯 三字经里面有啊 念课教啊 三光 三光 就是日月星 三光 啊 那么这里就是三光天子 啊 三光天子啊 在印度的习惯 认为是地势天王的内神 地势天王的内神 就是内务 他内务大神吧 啊 好像是内政部长之类啊 哦 是属于这类的天神 今天来说 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 那么这是我们头上上去的第一层天 四大天王天啊 呃 四天王天 有四大天王 东方 叫做持国天王 南方 叫做镇掌天王 西方 叫做广睦天王 北方 叫做多温天王 这就是呃 这个四天王天呢 有这东西南北四方 各有一位天王 在哪里领导这个八部等中 所以叫做四大天王 呃 大陆的丛林啊 他有前中后三殿 中殿是供养释迦牟尼佛的大殿了 前殿呢 就是弥勒菩萨 布带 啊 那个 呃 布带和尚 弥勒菩萨 啊 这个弥勒菩萨 两边呢 就是四大天王 啊 那么 刚才讲那个弥勒菩萨 他忘掉说这个布带 布带和尚的故事 啊 我们中国人供养的弥勒菩萨 为什么都是布带和尚啊 这个布带和尚是出现在 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五代的时候 唐朝下来 唐朝之末 叫做后五代 啊 后梁后唐 后井后 后汉后州 梁唐景汉州 这个叫做后五代 后州以后才是宋朝 赵宋 赵宽言的赵宋 那么这个布带和尚是出现在后梁 明州有一个月灵师 出现在那个地方 他很奇怪 究竟他叫做什么名字 没有人知道 不过在这个禅宗的语录里面呢 像传灯录之类里面的记载啊 说这个布带和尚 他自己自身叫做契祠 契祠 契约的区啊 彼此的词 他自己称为契祠啊 有的时候他也自称为长丁子啊 实际上他这个不是这名啊 真正的名字不知道 因为他平常都拿了一个大布带 人很浮相 相貌含肥胖 哦 是个胖子 大胖子 哦 这个经常啊 开着胸 哦 那么这个前胸的衣服都是扣扣子的啊 那么都落出前胸来 手里拿着布带 他这个布带啊 什么东西都装到里面 什么人家称他叫做全棍带啊 什么都装在里面 呃 他凡是碰到人呢 他就向人 呃 画圆 呃 不管你什么人 他手就伸出去 给我一文钱 就这样子 哦 习惯性 呃 那么有禅宗的祖师问他 呃 什么是佛法呀 他就把布带放下来 合掌 呃 那佛法应该怎么做啊 他提起布带就跑了 哦 他这个这个残疾啊 如果不懂禅法的人是不懂的 在这个传 传登陆啊 里面有好几个残疾 就是布带和尚的这个事实 他有一种很特别的情况 假如天下余下很久了 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放晴 您看布带和尚就会知道 怎么的 如果天下余下很久快要放晴了 他是穿草鞋 穿草鞋 穿草鞋在街上走路啊 纵然是下下雨天看到 您就可以知道快要放晴了 今天看到布带和尚穿草鞋出来 明天就放晴 就好天了 就没落后了 可以跑车啊 那么如果你觉得很久很久没有下雨 什么时候会下雨啊 看布带和尚也会知道 假如明天会下雨啊 他今天就穿木脊啊 那个木脊 按照这个书本上的记载啊 就是日本人穿的这个 用这个脚趾夹住的那种的木脊 它有粮食吗 这是一个古代的车后手 他能你看他就知道 什么时候会下雨 他经常有这种表现 大家都看成习惯了 一看就知道 蛮好的 那么为什么知道 当时米勒菩萨化身呢 他要入灭 入灭的时候 就在月灵寺外边的 有一个大石头 大石盘 他住在这个石盘上入灭了 他入灭的时候 在旁边的墙壁上 他写了一首句 米勒之米勒 发生千百一 十十四十人 十人常不失 所以圣贤 菩萨 阿罗汉 化身在人间 度中啊 不会让你知道 等到给你知道了 他就走了 他就走了 他必定要走才给你知道 他不会自己说 我是谁啊 我是米勒 不会这样说的 现代人如果喜欢讲 某某佛发身 某某菩萨发身 那都是魔啊 不是佛 真佛 真菩萨 化身在人间 不会说的 等到你知道了 他跑掉了 像憨山使得 憨憨颠颠 谁也不知道 他是文殊普贤化身 给这个冯干佛 一点破 说 这个 韩山是文殊化身 给你知道了 他跑了 再也见不到了 所以 这个圣贤 出现时间 他都是视线 等到给你知道 他跑掉了 不在人间了 那么因此 大家看了 这个布大佛上的 像习惯了 所以 这个最先 就是明州 宁波的 寺庙 三门 这个 第一殿 前殿 都是供养 这个弥勒菩萨 就说这个 布大佛上像 手里拿着一个 大布大 那么两边 就是四大天王 那么这是 中国的丛林的习惯 后殿 供养 供养这个 观世音菩萨 那么这个 四大天王 就是这四位天王 复持人间 复持佛法 所以叫做 复世世王 佛法里面 称他叫做 复世世王 复持佛法的 世间的 这个四大天王 他是佛的 复法 那么也是 第四天王的 外神 第四天王的 外神 等于是 第四天王的 武将 那么 他是善能 对付 这个欧修罗 所以是属于 第四天王的 武将 于其天子 万 于其建树 万天之君 四大天王 他也有 他的建树 那么他的建树 有一万 所以叫万天之君 统统都在那边 听佛说法 自在天子 大自在天子 自在天 平常说自在天 是预计界 第六天 他怕自在天 大自在天 平常的习惯说 是世界的 最高的一层天 蒙姬 没有列出来 那么包含在里面呢 就是前面 最下面在下 最下面的 四王天 陶地天 最上面的 花乐天 他怕自在天 列出来 于其建树 三万天之君 有三万天子 跟随这个自在 大自在天 来听佛说法 这是欲界天 这是天王的名字 没有什么好解释 简单说明 第二 世界天 经文 娑婆世界主 翻天王 在这个佛世界 世界蒙姻佛教法的范围当中 那么在印度的习惯 看作这个大翻天王 就是这个娑婆世界的主人 所以这句话是 随顺印度的丰收习惯说的 随顺印度的习惯说 当然站在佛法上看 不会把它看作世界主的 在随顺世间法 说娑婆世界主 这样子说 印度人才容易明白 所以 说佛是印度话 翻成中国话 叫做堪忍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名词 叫做堪忍世界 堪忍忍耐 叫做堪忍 什么堪忍忍耐呢 这有两种意思 第一 这个世界很苦 但是这个世界的众生 堪忍忍耐 这个世界的苦恼 不肯求处理 所以叫做堪忍 第二 诸佛菩萨 他在这个五诸窝士 教化这个刚强难化的众生 很难的 很辛苦的 但是这些诸佛菩萨 度化众生 他堪忍忍耐 这个五诸窝士之苦 来度化众生 所以叫做堪忍 有这两种意义 一种是世界众生 不想出离 堪忍忍耐 一种诸佛菩萨 度化众生 虽然是一个五诸窝士 那么苦恼 但是他还是 不许这个身心的苦恼 来度化这一类苦恼众生 刚强难化的众生 照样要度他 所以叫做堪忍 这只是万文生意了 那么顺着这个 说破看人的意思 这样解释 那么翻天王 应当这是总明 就是世界的四禅天 东东包含在内 翻着敬严 因为世界天出禅以上 就没有男女之欲 于一届 他发自在天以下 还有男女像 世界天出禅以上 凡仲天以上 就没有男女像了 统统都是丈夫之相 没有男女的分别 所以叫做清静的天 静就是凡 凡天王 总指世界四禅天 通通包含在里面 诗七大凡 诗七是初禅天王的名字 诗七印度化 翻成中国话 就是火 这个印度的拜火 拜火教 四火婆罗门 以此有关 那么因此 他这个天王 就叫做施气凡王 大凡就表示是天王 不是普通的凡中 光明天 光明大凡 这是初禅 再望上的二禅天王 第二禅的天王 第二禅是 少光天 无量光天 光阴天 这是光阴天的大天王 叫做光明大凡 那个天呢 没有意义了 不用嘴巴讲话 以光明做佛事 以光明讲话 彼此沟通啊 用放光 我们用嘴光 不是像我们人间呢 一天到晚嘴巴 呱啦呱啦 讲过不停 他那边嘴巴不讲话 禅定功夫 他修禅到这个时候 到了二禅呢 没有隐言文字 没有隐言 凡是彼此要沟通 用放光 你放出什么光 他就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 这个蛮好 我们最好学学看 假如能够用光明来说发 不要讲话呱啦呱啦都好啊 也许你会觉得太寂寞了 神道那边天上 大家都是这个习惯 以光明为说话 所以叫做光明大凡 大凡表示是二禅天的天王 等 等于其他三禅四禅天 世界天统统包含在里面 所以用个等字 开开口 以其见书 万二千天之聚 世界天的天人来的比较少啦 只有一万两千 为什么会那么少呢 有些众生啊 单乐 单着 世界天的禅定之乐呀 世界初二三禅 尤其三禅天的那个快乐呀 没有办法表达的 最最快乐的就是第三禅 所以佛经里面凡是说到最快乐的地方啊 他就说如第三禅 如第三禅 因为第三禅的禅定是最快乐 所以叫做离喜庙落地 那么最快乐的地方 再过三禅以上到了第四禅了 就是没有什么落不落了 胡落两亡了 不可得了 三禅最快乐 因为三禅 这个四禅天人啊 他的禅定的快乐很熟生 不但愿意离开 没有身后善根的终生啊 他不会来听佛说法的 所以能够发心来听佛说法呀 那都是有身后的善根的 所以只有一万两千 那已经很不错了 句都在那里 那么上面就是三禅天宗 第二段说完了 第三龙中 有八龙王 有八位龙王 南陀龙王 南陀印度化 翻成中国话叫做欢喜 欢喜龙王 八南陀龙王 善欢喜 就是八南陀是善欢喜 撒切罗龙王 撒切罗印度化 翻成中国话叫做沿海 沿海 沿水海啊 咸海啊 沿海龙王 河修鸡 河修鸡龙王 河修鸡也是印度化 翻成中国话有两种意思 一种是多头 多头 它能献出很多的头 还有一个名称就是宝 宝称 它能献出重宝 所以叫做宝称龙王 这是河修鸡 第五位啊 德叉加龙王 德叉加 印度化 翻成中国话就是献独 龙有独 龙独很厉害 会独死人 它有独 所以叫做献独 还有一个名称叫做都舍 这个龙啊 它献出很多舍头来 书本上写的都舍 是不是舍头很多 不得而知 也许是名称不好 第六 哦那婆大多龙王 这也是印度化 翻成中国话 应当就是 哦诺大 哦诺大池啊 就是水池的名称 叫做无热闹 哦那婆大多 翻成中国话就是无热闹 就是无热闹水池里的龙王啊 无热闹龙王 第七 摩纳斯龙王 摩纳斯印度化 翻成中国话 叫做大身 这个龙王的身体很粗很大 叫做大身龙王 尤波罗龙王 尤波罗 翻成中国话叫做青莲花 青色的莲花 尤波罗龙王 那么由这八位龙王 等 等于还有好多龙中 过于若干百千建树菊 究竟它的建树多少 若干 很多了 金枝了 没有写树木出来 若干 就是有它的建树 有好多 那么跟出来听佛说法 这是龙中 有这些八位龙王 领导好多龙中啊 在哪里听佛说法 这是第三 龙中 第四 金罗罗中 金罗罗 有四位的金罗罗王 有四金罗罗王 金罗罗 印度话 有些地方翻着 真陀罗 真陀罗 也是金罗罗 翻成中国话叫做疑神 它为什么叫做疑神呢 它的身体跟人一样 长得像 像貌 像貌 蛮不错的 可是很奇怪的 它的头顶上 这个地方有一个脚 好像麒麟 那么人家一看就怀疑了 怀疑什么 是不是人啊 你说它是人嘛 它头上有一个杆 你说它不是人嘛 看起来蛮像人的 一看到发出这种的疑问 因此叫做疑神 这是第四天王的法阅神 第四天王说般若说法的时候 他就照阅 叫做法阅神 欢嘎 法阅神 有四位都表示这个法的意义 法金罗罗王 就是照这个四地法 苦极灭到四地法的 第二位 妙法金罗罗王 妙法是说这个十二因缘的 说十二因缘 比起这个四地要更详细的 道理更属生的 所以叫做妙法 第三位 大法金罗罗王 是照大圣佛法的 说六度的 是照这个六度法的 第四位 慈法金罗罗王 慈 这慈在法 这时候在法 认识不识 就是在心怀中 慈慈具备上面三种法 四地 十二因缘 六度 这些法意 他常常保持在他的心中 不会离开 所以叫做慈法金罗罗王 这都是第四天王要说法的时候 他就去照约 所以叫做法阅神 各于若干百千眷属居 究竟有多少眷属没有一一写出来 若干 有好多 或者是一百或者是一千 各个都有他的眷属 都在那儿听佛说法 这是第四 金罗罗中 第五 第五 前大婆中 前大婆也是印度法 翻成中国话 叫做香印 香印 印就是五印 五印在功能的五印 现在这个香印的印是指他的身体 五印身体 他以香为实 没有香 他不能生活的 所以寺庙啊 供神啊 都点香啊 这类的神众他又吃香 闻到那香味他就会饱了 所以叫做香印 这是第四天王的属乐神 造普通的隐约的 造普通隐约 如果要享受快乐 造乐的时候 例如他们唱歌啊 跳舞啊 就是用这一轮的乐神 在哪里造约 所以第四天王的乐神 就是这个隐约神 也是有四位 有四千大婆王 四位 第一 月千大婆王 这一类千大婆呀 他是没有音声表示的 是什么呢 研究这个乐谱的 写乐谱的 好像这个曲谱家 乐音千大婆王 这是有声音的 造乐的 这是真正的音乐家 真正造乐的 这是叫做乐音千大婆王 美千大婆王 美啊 就是前面没有音声的 乐千大婆王的属胜的 这有胜者就叫做美 就是他的这个乐谱 做得最好 美千大婆王 第四位美音千大婆王 那是音乐家 赵乐的最殊胜的 就是殊胜的音乐家 叫做美音千大婆王 那么一个有声 一个无声 乐无声 乐音有声 美无声 美音有声 这都是第四天王的乐神 过于若干百千卷所居 都在哪里 听胡说发 第六 欧修乐王 有四欧修罗王 四位欧修罗 欧修罗本来他是极度好胜 那么又修善法 又造欧业 奉合起来 上欧交参 所以叫做欧修罗 欧修罗是印度化 翻成中国话 叫做无端正 无端正 为什么叫做无端正呢 欧修罗的世界很奇怪的 他们有男女 男的欧修罗呀 愁得不得了 都是丑八怪 看着就吓坏了 都是一些鬼头鬼脸的 看起来很可怕 欧修罗的女人呢 女众啊 漂亮得不得了 所以第四天王的夫人呢 那摄坏啊 就是这个欧修罗王的女儿 最漂亮的 这很奇怪 男丑女女美 所以欧修罗称为无端正 越南洋 还有一种翻译啊 叫做飞天 欧修罗叫做飞天 他有天然的福报 而没有天的地位 所以叫做飞天 还有一个名称叫做无酒 欧修罗叫做无酒 他喜欢喝酒 他想要把大海水来让酒啊 可是大海水有这个 这个死居众生啊 龙啊 侠啊 鱼啊 他们在里面呢 酒让不成 因此他就发愿不喝酒了 因此叫做无酒 他们如果真喝起酒了 那可麻烦了 那要跟第四天王打架 打仗 这个欧修罗 这个第六类的欧修罗中 有四个欧修罗王 破除欧修罗王 翻成中国话叫做被俘 因为他跟第四天王打仗的时候啊 被他抓到 把他拔起来 这叫做被俘 俘就是残俘 切勒千托 欧修罗王 切勒千托也是印度话 翻成中国话叫做广肩 可能身体很大了 肩膀很大 广肩 比摩之多罗欧修罗王 比摩之多罗翻成中国话叫做种种仪 看起来很可怕 死人生仪 这就是 第四天王的岳父 第四天王的岳父 这个比摩之多罗欧修罗王的女儿啊 社子 就是第四天王的夫人 这很奇怪的事情 第四位罗欧修罗王 罗欧叫做仗 之仗 他的手可以仗壁这个日光 那么厉害 这叫做罗欧修罗王 过于肉观百千建树具 他有他的建树 都有好多 在哪里天赋烧烦 外父中 杂众的外父中啊 有巴略 现在只讲到第六 欧修罗 讲到第六欧修罗中 第七 加罗罗 第八 还有仁宗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 下课 啊 呢 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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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让他周围的很多邻居感到不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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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当然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秋师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快去放生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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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